医保皇室心灵成长中心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的分别 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的分别和认知 精神科医生和心理医生、心理学家或心理治疗师 都是提供心理健康服务的专业人员 但他们在训练教育和实践方面存在不同 精神科医生是医生具备医学学位和专业认证 他们通过药物治疗 心理治疗认知行为疗法和其他治疗 方法来诊断和治疗心理疾病和精神疾病 他们能够进行身体检查、推断诊断和处方药物 精神科医生通常能处理更严重的心理健康问题 如精神分裂症、重度抑郁症、双向情感障碍等疾病 而心理医生可以是心理学家或心理治疗师 心理学家是具有心理学学位的专业人员 他们研究人类行为和思维 并且能够提供心理测试评估和诊断 心理治疗师可能具有心理学学位 也可能只是接受了心理治疗培训的人 他们使用谈话疗法、认知行为疗法和其他心理治疗 方法来帮助人们克服心理健康问题 如焦虑、抑郁、人际关系问题等 总的来说精神科医生是一种医生 可以开处方药物并进行身体检查 而心理医生则可能是心理学家或心理治疗师 主要通过谈话疗法等非药物 请联络我们以便了解进一步详情 请来电01245-20077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